大家好,歡迎來到卓遊講玩卓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Happy 我是K 我是DamaCKChart 今天又來玩卓遊的時間 跟大家玩一隻2020 其中一隻Hotless 最高熱手榜的遊戲 Lost Runes of Arnec 我講一點背景 其實它是CGE創的今年的大作品 CGE是折黑遊戲 它的特別是包裝主題是探險的形式 機制上就用了今年很多熱門遊戲都有的 Death Building再加這個Worker Placement 它的作者其實是一個CGE廠 一個長時間的員工 一對夫婦 夫婦還是男女朋友 而做的 它之前沒有特別有些出名的遊戲 它反而是潛伏了這個CGE入面很久 然後現在就出一隻CGE 今年重頭作品就是新手 可以說是新手的作者 都備受很多的Reviewer 都說很棒 或者是有很多不同的評價 我們今天和大家一齊講一下 和一起Review一下 K 你說一下大約怎麼玩 好,就由我來介紹一下這個遊戲 每個人一開始都會有附影 每次回合的時候 你會把藥乾卡放在手上 每張卡都是一卡兩用的 到你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用這張卡的左上角的icon 出一張卡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工人放在相應的位置上 一開始就有下面的地方可以放 或者你就可以出這張卡 去resolve 它下面的部分的能力 一開始你的GoProject 要是可以拿黃色就是解錢 或者是拿綠色的資源就是解探索能力的點數 或者你也可以再開拓這個新的地方 去探索這個遊戲的主題 就是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 探索到那裡的時候 你就會去開一張隨機的地方卡 去到的時候你才會知道你可以拿到什麼 同樣的時間 這個新的地方會有一些怪獸在 會有一些危險在這裡會打你 在圓彎之前 你也可以去給怪獸上面所支持的資源 去打了怪獸 或者你可以不打 如果你不打的話 你就會害怕 你就會吃到懶惰 去到你的帕戶 就會卡你的手牌 這邊就會有這個研究 或者是發表論文的檢查 升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相應的獎勵 例如是一些助手 或者是一些探索得緊 去到跑得越高 我看到的相應分數也是很多 上面這裡也有一個 賣卡的市場 你會看到有兩種 可以用錢來買工具 或者是用綠色來買一些Wallet的牌 遊戲大致上就是這樣 不如大家說一下玩後的感受 我們先賺了一如以往 那就先說吧 我覺得一如以往 這間創出的 retail 遊戲來說 我覺得是有 Kickstarter 級的質素配件 你想想它的 token 你不要說錢 而不是探索的 其他的東西 包括Artswood 等等 的所有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絕佳的水平 即是想想這些 token 是一些交的東西 Artswood 裡面 裡面所描述的東西 其實都非常貼心 它出了一些怪獸 不同的種類 Artswood 都非常有代入感 一看下去就知道 整個地圖的 Mac 的 presentation 都非常 eye-catching 我覺得這遊戲最吸引 或者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在於Dead Building 因為Dead Building 和以往Dead Building 有很不同的做法 就是我覺得 即管稱為微型Dead Building 因為其實就是剛才說 K 我們每一開始起始 只有六張 而我們每一回合 是用五張的 而這個遊戲 只是玩五回合 它有一個 fixed round 即是五回合就完 而這五回合裡面 你怎樣可以去 loop 買新卡 就好講求你去砌這個Dead的技巧 為甚麼呢 就是平時我們玩Dead Building Game 可能一開始買 都是買一些廢少少少好少的卡 慢慢令到你的Dead更厚 然後可以 loop得更厲害 但這個一下買 就已經可以買一些 功能都挺厲害的卡 而且這些卡 你可以預算 就是每一次 買完的卡 是放在你的卡牌組的底 即是說 你一定會抽到的 所以這個也是有少少 puzzle 或者有少少 Debt Building 的意味 是更加緊湊的 你不會說放在Dead Building 下次再洗才看到 等很久才看到 不是 基本上你下一手 就一定會看到 甚至乎你買完用的方法 去抽卡 就立即上手 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比我玩 這麼多Debt Building 之後 是一個挺新鮮的感覺 不會再局限於以往 那種 要 loop幾下 loop幾下 才行動的感覺 一來就可以做到 一個跳躍式的Debt Building 這個我也同意 我們一開始玩這遊戲 最大的感覺就是 嘩 只有五輪時間 這麼少的卡 跑這麼多的卡 還能做到的 對 但後來是做到的 對 那種感覺有少少 提醒我 那種叫Imperial Settler Imperial Settler 都是玩五輪 一開始的兩輪都好像沒有什麼 到第三、第四輪 發覺那個引擎 那些可以做多的東西很多 不斷地 loop一些的combo 這個遊戲很有這個感覺 嗯 但你講到這個 我覺得它比起Imperial Settler 是更加好的地方 是甚麼 Imperial Settler 其實去到後面 它的爆發位 是有很多東西給你 但這個遊戲不是 這個遊戲其實 你每一樣都是很緊張 只是你會覺得 這張卡我出前和後 出來的效果 是會有差很大分別的 即是可能我先出A卡 先出B卡 我可能做的東西 會多一兩個行動 我覺得這個遊戲 是這個遊戲 迷人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 嗯 我個人就覺得 它的感覺都挺新穎的 即是這個Death Building 和Workout Placement 我覺得它 就算是做得比較出 即是這兩方面都 而且我認為它 不同的地方都 都挺貼心的 首先它是一個 要尋找這個 未知世界的地方 你的Workout Placement 都是你自己去探索出來的 然後你買的東西 它也有錢 就可以買到工具 你用探索的方法 才可以找到Wallet 你打不到怪 你會害怕 那很多地方都會很配合 這個主題 營造世界 嗯 好了 那我呢 我自己就是這個 CGE廠的粉絲 這遊戲也保持了一貫作風 那是什麼作風呢 就是其實這家廠每一年 只會出一至兩隻的遊戲 所以其實真的精挑細算 還有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形象 給我的感覺 就是它很喜歡出一些 機制不是很新的 但是它會將一些 舊的機制混合後 它會給你一種很新的感覺 例如剛才Happy這樣說 它也是Death Building Game 但它總是跟其他Death Building Game 是有些不同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它很喜歡配一些很特別的主題 你整件東西出來 它是很unique的 譬如你會數的 譬如像去年的Sentum 再之前 譬如有 Dunion Dunion 又或者再數以前的 譬如Dungeon Lock 那些 你會在市場上 找不到類似的東西 我覺得它也是可以保持到 這個風格 令到可以收藏的要素 又會更加大 我賺多一點 我覺得這遊戲有另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為何我玩 一玩到第一回合 我們要循環到的感覺很強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怎樣玩 而為何我們會這麼容易知道 因為這遊戲的教學 或者Layout 是做得很流暢的 Rule也寫得很清晰 跟著所有要做的東西都顯示出來 一些icon也很清晰 你可以做到 你的貓字也很清晰 說你的轉圈有什麼可以做到 所以整個遊戲 那個learning curve 那個學習的難度 其實我覺得 相對地是 它整件事很平穩 很smooth 所以很容易 你可以很快 看一看二玩 你能夠得到整個 strategy 你就可以享受到遊戲的策略 我都很同意它是很容易看的 雖然你會看到 一兩張卡 上面都好像有幾多字 但是它是會用幾多的icon 去表達一些大家都清楚的概念 那即使它是一段字都好 它字裡面都會穿插一些icon 令你不需要讀很多字 就很快可以明白它大概是做什麼 這個也是它這間廠的特徵 它過往的遊戲 都是很善於將一些符號和字 夾在一起 跟著讓人很容易可以得到 它之前的遊戲都是這種特色 還有引證到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遊戲是KH 教我們玩的 是小友地 沒錯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Rulebook應該捨得非常好 也教又容易 也有很多位置 是這些icon都可以補充 還有你講開這件事 其實它這麼好的Rulebook 和它這麼好的教學 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間廠 其實是跟這個Gaming Rules 是有一個合作的 基本上它所有的遊戲都會 給它去拍這個How to Play 那為什麼我沒有交錯 我看了一波玩一次 然後我再教你們 所以錯的機會就會小很多 而且Rulebook 比起它早年的Game 其實是進步了很多 那我最後又再讚多 為什麼最後呢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彈一點 但我彈之前 我再讚多一點 就是我覺得 整個遊戲 其實感覺是有很多事情 雖然說 Death Building 加上Worker Basement 好像是在這裏 去踩東西 要不就是買卡 但實際上我覺得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說這裏 這條Track 這條Track 可能大家就有一點意見 可以再講 但這條Track 其實都會有很多獎勵 令到你當你去做這條Track 的時候 你會有多些資源 可能去做你買的卡 或者去踩不同的東西 另外就是這個 叫做 System 助手 助手其實都是一個 好像場打出來的卡 每回合你可以做一次 其實到你買多一個助手 又會令整件事豐富了一個層次 再加上一件事 這個剛才都沒有特別說 就是在我們那個版圖上面 其實會有這些bonus action 而這些bonus action 其實你基本上 任何時間你都可以做 但你做了的時候 你就會掩蓋了一些本身的底分 所以呢 你要做一個抉擇 這些bonus action 其實分分鐘 剛才Cash上說 做一下又令到你可以做多幾個action 所以有這麼多的選擇下 我會覺得這個遊戲會給到一個很豐富 很多正向的回饋給到玩家 大家是不是都有些事情想談一下呢 不如我先說一下 剛才Happy 正正地說很多選擇 也引起這遊戲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AP時間比較長 因為它僅如大家五張手牌 要做這麼多事情 其實很多puzzle要解決的事情 你是要想一下 究竟要怎樣做 才可以做到最 maximize 所謂的資源運用 不是支援主玩 我要計劃 想的事情其實都比較多 這個引起就是 每一個player 到去的turn 時候 他要想定 想的時間就比較長 會引致這個AP time 比較長的感覺 我就補底 舊一舊這個項目 雖然我也同意AP time 比較長 我玩的那個時候 都發現每個人的想的時間都多 不過我覺得 如果這個遊戲多玩一兩次 會過AP時間 應該會縮斷很多 因為始終它的支援轉換 未至於是很複雜的那一陣 可能熟造一個遊戲會比較快 或者我又再補充一些 這個遊戲不好處 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它跟Dune Imperium 比較的話 它的Death Building 和Worker Placement 的成份 是沒有這麼高的 沒有我的期望那麼高 我一聽完這個機制 我對這方面的期望其實挺高的 因為 W加Worker Placement 好像挺新的 玩下去 原來它那方面是輕一點 但是 我也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始終它這個遊戲的定位 我認為都是一些Family向的 所以它那方面的機制 讓大家不需要太花時間 在那邊 都有它的好處 而我呢 我呢 我自己就會覺得 因為我都玩了幾次 其實 我頭那一兩次玩 我是覺得這遊戲 是令到我很想翻玩的 但其實玩了幾次 我就會覺得 它的Path的變化 始終因為它是限了幾款資源 而你要做的那些東西 你一定是 例如紅Gem和藍Gem 那兩樣東西 那個Distribution 是比較相似 就算是快版反轉 都是相似 那變成你其實就有 比較固定的Path去做 而你最主要的轉變 就是在於上個Market 出些卡 怎樣出發 那這個位 我覺得 剛才Harry都說了一件事 這是一個很薄的Debt Building Game 即是很薄的Debt 所以變成你其實 每次玩的Game 你可以買的牌不多 變成了一個變化的位置 我就覺得相對來說 會稍為更加訊息 但又反過來說 作為Family Game Family Game 高一兩格 接近是很Gamer的Game 我覺得它的變化 也算是足夠的 也算是一個 不算很嚴重的問題 還沒有罵 沒有 你好自由 你說 如果我再說完的話 就是我覺得 這個Track的設計 是一個比較偷懶的設計 其實你用相應的資源 去轉換分數 就是 說真的 就是 在你的手牌裡 滑這些資源出來 令到你的Track上升 而去叮分 是一個 自然轉換變分的方法 這個設計上 其實就是 不是一個很 很優雅的設計 我自己覺得 明白明白 我都認同這一點 這裏沒有說 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其實都是換的 對 但總結 我個人總結 就是 我都認同你剛才說的那些問題 但是 因為它 那個 我剛才所說的 所謂的mini-dead building 就是那個微型的 設計 很有那種 解拼數的感覺 而那個感覺 我覺得 它的味道很強 每次玩完 我都很想再試一下解不同的拼數 雖然說 那些卡可能是 每次可以多買幾張 但是它搭卡都不算小 你每次玩都可以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對於我來說 我是高度喜愛這遊戲的 我都會推薦給 喜歡玩一些解拼數 或者engine轉換 然後最好就是 我做到這個動作 突然又可以做幾個動作 然後再做幾個動作 那種感覺的朋友 那這遊戲我覺得很適合沒有 好 那到我 我都對這個遊戲 都非常好評 首先 它的網絡第一眼 是非常吸引的 它的component 那些 然後它的主題是 探索 要探險 然後它的機制 也算很新鮮 而且我都會很推薦一些 新手 就是玩Bot Game 比較少的人都很適合 玩這個遊戲 所以都很清晰 我自己覺得 喜歡Dat Building Game的朋友 這是一定要玩的 即是今年一定要玩的 因為其實它表面上 就好像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但是它將Dat Building 和Worker Placement 遊合的那個位置 是令到那件事 你多多一個Dimension去想 因為之前都說過 就是它出卡的次序 和Worker Placement的次序 是不可以調轉的 即是它那種要求是很高 就像剛才Habby這樣說 就是你可不可以做多一兩下呢 其實就是看你的Worker Place那一下 Place得漂亮不漂亮 拿個資源回來 做 換得好不好 我覺得這件事 以往我們玩 Dat Building Game 是很少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這款遊戲 我是非常喜歡的 嗯 我也會推介這款遊戲 因為其實它是做到 Dat Building 是一開始就要做的 即是那樣東西 就是我一開始已經選擇了Puzzle 再加上我新買進來的東西 再配合這座Deck裡面 再做更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那個解Puzzle的位置 我覺得這遊戲 是一個獨特的地方 即是跟其他Deck Link遊戲來說 是有自己獨特的支柱 加上主題和所有給別人的感覺 很容易入口 即是Component也好 Artswell也好 令到一些人很想去接觸這遊戲的感覺 嗯 好 我們這個 最後一個總結 就是我們BG Pod 這個專業推介的 綜合推介 綜合推介的章 它拿什麼呢 就是拿到必玩推介 對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如果大家有玩過這隻Lost Republic Island 或者有什麼問題想問我們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